千年古镇重庆瓷器口有一种特殊的职业群体名叫吆喝师 他们每天站在店铺门口扯着嗓子吆喝 从而吸引顾客到店内消费 4月19日是星期天 恢复开放的瓷器口古镇客流量渐渐回升 古镇的职业吆喝师又开始忙碌起来 他们卖力地吆喝用风趣幽默的语言 再配合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招揽顾客 在一家酸辣粉店门口 55费的熊安友嘴皮一翻动 一扬顿挫的吆喝声立马就喊了出来 熊安友说 为了吸引顾客到店里消费 吆喝词一定要风趣幽默 节奏明快 听了让人过耳不忘 此外 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一定要夸张 要吸引人 而且还要给人带来愉悦感 要将个猪动作 他在这来的 你看吧 你看那些人他砍老子 他一砍他都进来了 好砍他都进来了 他都好吃 他吃了八十他的油来 他这份油来 今年52岁的王小泉 是瓷器口古镇另外一家商铺的吆喝师 他从事这个职业已有八年的时间 王小泉说 为了干好这份工作 他花了不少功夫 起初他的吆喝声音喊大了 对嗓子伤害很大 没喊多久 嗓子就肤雅了 后来 他总结出了一套经验 大声吆喝时 一定要用丹田发力 像唱歌那样 气通过丹田出来 王小泉的工作时间 是每天上午十点到晚上六点 一个小时内 他要含五十多遍 遇到人多 还要加快吆喝的频率 你不信任他 他过路就走掉了 还有一个就是 他不知道以来是做什么 因为以来要喝他才会来看 他才会来听 他会听一讲解 就是说以做的什么 好吃不好吃 他才会进来吃 要尝一下 他就会知道 然后再买一顶 像干粉回去 自己家里面吃 重庆慈禧口古镇 现有二十多名职业吆喝师 他们每天的工作任务 就是通过吆喝来招揽顾客 据了解 从事职业吆喝师这份工作 平均每个月 有五六千块钱的收入 生意好的时候 一个月能挣八千多块钱